木耕和木生的腿折了,屋里只有木老汉还有木家俩媳妇俩孙子可以干活了。 柳玉梅和王贵英都是好吃懒做在行,干浓活时能偷懒就偷懒。 尤其今年没算公分,干的活都是实打实的,俩人早就暗地里叫苦不迭了。 眼下地里还有活干,两个男人却是啥都干不了了。 那么多的活,估计最后都得落在俩人和俩人的儿子身上了。 眼下,木水这不就来得正好呀,有了他,就没他们什么事了。 刘耀妹听了刘玉梅的话后,却是眼一横说道,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,我告诉你们, 艾军和智慧正在长身体,你们多给我干点活, 要是发现你们俩偷懒,耽误了种地,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 那时那时,娘说得对。 刘玉梅笑着回道,王贵英低着头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, 嘴里却是低声说道, 好,赶紧回去睡吧,别耽误明天干活。 刘耀妹打了个哈欠,朝着两人挥了挥手, 刘玉梅和王贵英都各怀心思地回房去了。 木水躺在住了几十年的屋子里,这一次感觉到了凄凉。 以前条件那么坏的时候,她回到这个属于她的房间时, 心里都是甜蜜蜜的,因为这房里有她的妻女。 她一回来,看到妻女的笑脸,再苦再累都不算什么了。 木水忽然看到了自己右手边,周水莲一直睡在那儿的。 可是现在,她右手边却是空空的。 如今这个并不算大的房间里,眼下四处都弥漫着冷冰冰的气息。 往日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边, 木水不由缩了缩肩膀,难以言喻地孤独把她彻底包围住了。 她辗转反侧,一夜未眠。 等到早上一股倦意袭来,木水有些困了, 她眼睛刚闭上,就被啪啪地敲门声惊醒了。 木水,快起来,该去地里干活了。 刘妖妹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。 木水头昏昏沉沉的,她翻了个身,没有理会。 结果,门却突然被外面的人一把推开。 这木门本来就不是很结实,外面人一使劲就能打开。 太阳都快要出来了,你还在睡,地里一堆火,懒得跟猪一样,快起来。 刘妖妹看到木水还在躺着,她站到床头,夹着腰指着木水的头开始骂倒。 木水被刘妖妹这一骂,立刻清醒了过来。 她原来不是在做梦,但是真的又回到了木家,木水正正地站了起来。 还愣着干嘛呀,快点。 刘妖妹看着木水呆呆冷冷的,气不打一处来,她顺手拎着窗边放的衣服,就朝着木水的头抽打了起来。 木水被刘妖妹这一打,条件反射扳得跳了起来,一边挡着头一边说道。 娘,别打了,我这就去。 动作快点。 刘妖妹听到木水求饶,这才助手,然后走出门。 木水把衣服赶紧穿上走出了房门。 只见院子里,刘玉梅王龟英和木勇辉木爱军都带着农具站在院子中。 二伯啊,你可是相服惯了呀,这都什么时候了,还不起床,上个宫害得大家都等着你啊。 木爱军阴阳怪气地说道。 少说两句,赶紧走吧。 刘妖妹出声说道。 木水浑浑噩噩噩地跟着大家一起朝着木家的地里走去,木家的地也不算多,按说像木家这么多人,早就应该翻完了。 可是木跟木生俩都生怕自家干的活比对方多,因此两家人做事个个都是漫不经心,这一下子拖到最后,这才着急了起来。 于是就怂恿刘妖妹去找木水接牛,结果这牛才用了一天,这会儿不仅牛没了,还损失了木跟木生两个劳动力。 等到了地里,刘玉梅指着前边还没有翻过一次的地给木水,让木水去翻那边的地。 然后自己跟王龟英很有默契地带着木爱军和木勇辉,慢吞吞地在已经翻得差不多的地里,有一下没一下地扒拉着。 木水感觉好像是回到了从前一样,只不过他回过头,却没有再看到周水莲和木秀跟在他身后,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拖着离地的工具,缓缓前行着。 因为早上没吃饭,加上晚上又没睡觉,这放在以前其实也不算什么。 只不过这近一年的时间,木水早就习惯了一天三顿饭,按时睡觉休息,眼下忽然改变了作息规律。 他也有些不适应。 木水离了一会儿地后,他头有些晕,于是就想去树荫下休息片刻。 只是他刚放下身上的绳子,刘玉梅就大声地问道, 老二,你怎么回事啊? 休息一下。 木水毫不在意地说道, 木秀经常说,做事情要注意劳逸结合,这样效率还高些。 不然的话,劳累时精神不好,反而还容易做事没效率,最后人也很累,事情也没做好。 这才做了多少呀,我跟桂英还在干呢,你就要休息了。 老二,不是我说你,好日子过久了,这干起活来连我们都不如了。 刘玉梅拔高声音说道, 大嫂,别说了,咱们就是穷苦命,人家有个会赚钱的女儿,不像咱们,啥福都没想过。 王桂英看着木水也没好气地说道, 要不是他太没本事,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住,这会儿用牛做事,多快多轻松呀。 有会赚钱的女儿怎么了?赚了钱不给老子用,不听老子话,那也是白搭。 刘玉梅说完后扑斥一笑,也是,木水听着刘玉梅和王桂英的一唱一和,她心里渐渐有火冒出来。 她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呀,这些人不领情就算了,还要说出这样的话,这简直让人太心凉了。 只是,就算是生气又能怎么样呀,木水还是忍了下来,不然她能去哪儿呢? 珠水连也不要她了,她无家可贵了。 木水默默地又把绳索套在身上,继续离地了,而刘玉梅和王桂英却是相视一笑,继续偷懒起来。 春季收割的麦子,各家各户已经装好袋子,箱里已经把每家营缴的公粮通知单发了下来, 根据分田到户和公有之划分,都是八十斤每亩。 多少少户畅团 Harve玉梅 和王桂英卞